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学习微生物感染的挑战与机遇 当一种传染病影响到一个广大的地理区域 就称为大流行 俗称瘟疫 当一种重大的传染病流行时 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挑战 例如可造成大量的死亡 可摧毁城市政治国家 可以瓦解文明 也可以灭绝种族物种 下面呢就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来说它的挑战 第一个例子是鼠疫 鼠疫plug 是由鼠疫一二三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 属国际检疫传染病 也是我国法定传染病中的甲类传染病 在39种法定传染病中位居第一位 在人类历史所经历的无数传染病当中 最严重的一次属14世纪中叶爆发的黑死病 属疫 据不完全统计 仅在1348年到1350年的三年之间 在欧洲就有近三千万人因黑死病而失去生命 在算上以后三百年的数次属疫的爆发 欧洲有近一半的人死于属疫 全球有三亿人失去生命 1348年 德国悲年史学家 吕贝克记载了死亡九万人 最高一天的死亡数据高达一千五百人 属疫过后 欧洲的人口花了一百五十年才复兴 1855年 中国也爆发过属疫 还传至印度 造成一千万人的死亡 左图为14世纪中期的欧洲的黑死病 右图是1910年冬天 发生在中国黑龙江省的属疫 第二个例子是流感 1918年的西班牙流行性感冒 是人类历史上第二致命的传染病 在1918到1919年之间 曾经造成全世界约10亿人感染 2500万到4000万人死亡 其死亡人数比持续了52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还多 而且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提早结束的原因之一 因为各国都已经没有额外的兵力作战了 这个图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时的照片 医院人满而患 死者不计其数 第三个例子是SARS SARS的全称为重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Serial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是一种由SARS冠状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2002年由中国的广东开始 蔓延至全世界近30个国家 总发病人数大约8000多人 死亡774人 死亡率将近9% 这个图是SARS的统计图 SARS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有哪些呢 首先初期信息不透明 引起社会的恐慌 第二病源及传播途径不清 未能在初期防控疾病的蔓延 第三防控措施不当 致使多名医护人员感染死亡 在任何情况下 挑战与机会并存 重大流行病发生后 同时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机遇 比如建立健全管理机制 提高管理水平 完善医疗设施 改善卫生防御质量 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等等 例如 在1910年冬天 当中国黑龙江省发生鼠疫的时候 清政府派出的全权总医官 伍连德先生 不必艰险 深入疫区调查研究 追索游行进路 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 控制交通 隔离疫区 火化属于患者尸体 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御措施 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建立了一套防控传染病的方法 另外2002到2003年 在我国流行的SARS 使中国政府防控机体系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政府加大了对疾控系统的投入 建立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 信息的采集及发布更加规范及时 使我国的疾病防控水平 及人民健康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这就是挑战给我们带来的机遇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